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九十一集 不为人所知的内幕 古秋实在总书记面前做得很端正 听到刚才总书记的话后 眼神也是微不可查地跳动了一下 不过却没敢太跳跃 随即又收回 还是一副洗耳工厅的样子 下想却不知道 古秋实心中也是惊涛海浪 其实外人或许并不清楚 早在下马区之时 下想就已经入了总书记之眼 当时总书记就让人整理了下想的相关简历 以备后用 总书记的眼光还是超人一等的 从下马区之后 再到朗氏 再到天泽 然后终于到了秦堂 一步步走过来的下想 不但没有让总书记失望 反而更让总书记 对他兴趣大增 如果古秋实推断不错的话 经过朗氏锤炼之后的下想 在天泽担任市长之时 就已经真正入了总书记之眼 再到秦堂之时 下想刚刚步入复省之后 所面与的一场狂风暴雨 中纪委的狠手 也未尝没有总书记最后一次 对下想的考验 因为下想升迁过快 根基不稳 凡是成就大事者 必有过人之处 总书记就是向亲眼看看 下想究竟是不是 真金不怕火炼 秦堂之后的下想 就让总书记真正下定的决心 要着力培养 尽管古秋实也明白 其实此时 团系内部有许多反对的声音 而且反对的力量 还是格外的强大 甚至总书记最得力的两名助手 米纪火和明德某 明德某也不赞成将着眼点 落在下想身上 因为明德某担心 下想并非同路人 其实米纪火也有同样的担心 不过他的性格温和 不直接说 他见总书记态度很坚定 就没好开口 但他的心思 却还是被古秋实看得明白 明德某在总书记面前 列举了下想三大不足 一是太年轻 资历太浅 二是成长的道路 手段过于强硬 展落对手无数 不太会团结同事 三是立场不明 和家族势力来往过密 关系纠葛过多 甚至还和平民势力也有交集 迄今还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总书记也是难得的 一一反驳了明德某的说法 当时是在一次前有几人参加的 高级别的见面会上 除了米济火明德某之外 古秋实和郑胜也在 让古秋实震惊的 不是总书记对下想的器重 而是总书记罕见地亲自出面 而且还是当众维护下想 就不得不让人惊讶了 而且总书记还是逐条 反驳了明德某的论点 也不能算是反驳 更准确地讲 说成是说服更合适 其一 年纪轻不是问题 资历浅也不是关键 敢于提拔和重用年轻人 一向是团息的鲜明特点 也是优点 其二 手段强硬也很必须 国内政治发展到现在 许多弊端已经凸显 如果不能充分意识到 自身问题所在 执政党的地位 就有可能受到冲击 再从长远来看 国内政治上的目击 已经影响到了外交形象 现在必须充分认识到 国家的内忧外患 非常严重 只知埋头韬光养晦 四代之后 终究会形成软弱的体系 整个体系软弱了 再想有所改变 就是空谈了 历来 空谈误国 在第二点的问题上 总书记陈述的尤其深远 甚至提到了汉武帝 并着重点名 一个国家 可以用初期上百年的时间 来休养生息 但休养到过久了 就直接养成绵养了 强悍之所以成为强悍 是因为 经过文帝和景帝的治理 为武帝留下了 足够抗击匈奴的 政治和经济资本 也正是因为 汉武帝抗击了 才有了一个强悍 如果汉武帝 依然坚持退让和软弱 或许强悍 真的不复存在 七三 下想立场不明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不是坏事 反是好事 国内政治 内耗过大 分歧过多 假如有一人 能成为各方力量 都认可的人物 而登上政治舞台 未尝不是人民之心 国家之福 假如能在建国百年之内 有一人 能在五十岁之前 进入最高层 为国家带来朝气 和全新的气象 以不枉几代人的心血和努力 也是国家之大幸 总书记说的许多 是一般人 绝对看不到的 生情并茂的演说 也是或许 永远不会为外界所知的内幕 当时就给古秋实带来了 莫名而巨大的震动 因为总书记 似乎说的并不是下想 而是 借下想之名而舒怀 向在座的人 描绘他心目之中的 未来几十年的理想国 一个寄托了 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 一个让无数人致死 都向往的理想国 只可惜 英烈不远 革命的鲜血未干 现在的国内官场 杂草变生 贪官变地 表面上的欣欣向荣 掩盖不了 千疮百孔的体质 和漏洞的事实 一个没有监督的执政党 如果没有痛下决心 自我拯救的勇气 没有正视自己缺点的勇气 终有一日必败 不是被人打败 而是 自己被自己打败 就和一个人一样 死于意外 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 是死于自身的疾病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一次会议 未必就决定了下想的命运 但带给古秋实的 却是实实在在的震撼 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他何尝没有过热血和激情呢 何尝没有过理想和追求呢 但到了今天 当他身居高位之后 有多少贪官污吏 明明知道他们所作所为 但为了大局 为了平衡 为了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 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总书记是在为下想所说 又何尝不是 既希望于在座各位呢 何尝不是对他 尊尊教导呢 何尝不是 抒发对现实的无奈呢 即使身为总书记 也有利有不歹之处 也有鞭长莫及之汉 也有受制于体制 和具大的惯性之时 甚至总书记处境 和先进的古秋时 也只能领会精神 而不能说出口 政治之中 有许多所有人 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但却又都不能说出口 出口则成祸 而今天 当总书记 第一次当着下想的面 说出具有强烈的 暗示意味的一番话之时 古秋时 还是再次木然心惊 因为一瞬间 就让他联想到了老谷 总书记 是在听说下想 最先和老谷 总理 私下会面之后 才临时决定 立刻抽空见下想一面 总书记顾虑的 不是下想和总理的会面 而是 一只笼罩在下想背后 很少险山漏水的 巨大的阴影 老谷 总书记之所以 越来越器重下想 和下想受到总理的欣赏 真的关系不大 决定下想 被总书记看中的 最关键的两个因素 一是 以吴家为首的 家族势力 和下想的关系 是在国内官场上 找不到第二人的密切 二是 老谷对下想的维护 更是在下想的年龄段 和级别之上 从未有人 如他一样 和军方关系 和谐而坚定 主要是 老谷和下想之间的关系 以及老谷 不遗余力 对下想的支持 超越了总理的界限 甚至超越了 吴家的界限 就是最让人震惊的地方 也是最让总书记 为之赞叹的地方 联想到 即将提拔的一批军中将领 老谷一系 又占了三分之一 总书记 也不过占了三分之一 另一系 也占了三分之一桥 谷秋时 就暗暗感叹 总书记最大的软肋 还是改观不大呀 因为老谷的力挺 下想在总书记的眼中 光环大涨 如果老谷活得足够久 如果下想足够聪明 继续借许冠华之事 和军方再深入交往 增加友情 再随着地位的上升 加大影响力的话 一股秋时的推算 若干年后 老谷和许冠华的嫡系 将会执掌军中大权 下想如能 将老谷和许冠华二人的影响力 叠加于一身 他身上的光芒 将直逼二代 不 甚至会超越三代 到底是下想运气好 还是手腕高呢 谷秋时对总书记今天 看似随意 实则亲近的会面 就更多的感悟 如果说以前 总书记对下想是观望 是好奇 是伸手拉上一把 那么从此刻起 总书记对下想 是真正的着力培养 是真正的寄予厚望 是啊 只有两年时间了 两年后 总书记将会交出手中最大的权力 移交到官员取的手中 而他作为隔代接班人 如果有一半省份不服 暂有几个省份不支持 而身边又没有强有力的同盟 是不是能够上位还未可知啊 下想进一步地强大 并和下想保持良好的关系 也是确保他上位的前提 而以下想的年龄 不足以成为他的同代对手 古秋时的目光 就缓慢而坚定地 落在下想的脸上 见下想脸上的笑容 谦逊而低调 收敛而不张扬 心想 能得总书记赏识 下想确实有过人之处啊 至少 他低调是低调 高调是高调 态度转化之间 不找痕迹 再对比今年 才34岁的年纪 不让人叹服都不行啊 下想从总书记 温和而期待的微笑之中 从古秋时 期盼而鼓励的目光之下 也慢慢沉稳了心境 不管总书记 是直接的暗示 还是殷切的期望 也不管总书记 让他前来适何用意 他要做的只有一点 谦逊而诚实 聆听为主 不表露心计 更不表明立场 太迫切了 容易失之于浮躁 太固执了 容易失之于拿大 分寸如何把握 全看时局怎样发展 总书记一句话说完 只是微笑了一下 也并无意 让下想回答什么 却又说起了其他 郑盛顿你在乡省的工作 赞不绝口啊 只是一提 总书记又说了一句话 就终于点明了今天 让他前来的真正用意 也一瞬间 让下想明白 在他前来面见 总书记之前 所做的决定 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九十二集 百亿巨资的第一种用法 时局即将揭开全新的一页 远在湘江 建起了一朵小小浪花 落下之后 却在中南海激起了不小的风浪 现阶段 国内经济形势虽然不错 但反腐工作不容乐观 作为执政党 因为长期执政 而面临着四种危险 精神懈怠的危险 能力不足的危险 脱离群众的危险 消极腐败的危险 四种危险 更加尖锐地 摆在全党面前 若是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的任务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繁重 更为紧迫 总书记的语气很坚定 表情很严肃 态度很认真 就如在全党工作会议时 讲话的口吻一样 就让下想 立刻嗅到了 不同寻常的气息 总书记不是无地放尸 而是有感而发 还是有明确的针对性 将消极腐败的危险 列为党的四大危险之一 证明了腐败问题 已经成为目前 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不能掉以轻心 否则会有 影响到执政党的地位的危险 党中央 在反腐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致的 只要是贪污腐败案件 不管涉及到谁 都要一查到底 绝不手软 以上的话 在无数次 纪委工作会议 和党的会议上 一讲再讲 下至县纪委书记 上至省纪委书记 年年讲 月月讲 日日讲 不同场合地点 讲了不下千遍万遍 但今天听在耳边 却别有意味 因为是总书记亲口所讲 不是在讲台上 也不是在大会上 而是 在面对面的房间之内 还是一次很私人的会面 并且 在刚才气氛很缓和的前提之下 总书记突然一脸严肃地 提到了反腐问题 刚才又以正圣 称赞他的工作开头 下想再不明白 其中的含义 他就不是一个 具有政治觉悟 并且合格的省纪委书记 更不是 让总书记 另眼看待的下想 下想知道 此事需要的 不是他的大表中心 也不是 他的豪言壮语 总书记对他 早就有所了解 刚才的话 只是向他传送一个信息 一个让他放手去做 不要有后顾之忧的承诺 就让他 对前来会见总书记之前 刚刚做出的决定 和已经完成了初步部署 满意而欣慰 有了总书记金口一诺 下想要平添了许多底气 今后在工作中 一定坚决落实 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下想只是用套话 回应了总书记的讲话 而总书记听了 也是微微点头 恢复了脸上随和之意 下午还有事啊 就不留你和秋实了 总书记站了起来 至此 会面就宣告结束了 但另外的暗示也是 总书记将下想和古秋实并列 并非留古秋实 而不留下想 也是一视同仁的意思 下想就知道 今天的午饭虽然没吃饱 也没品尝到适合滋味 但他却吃了一颗 大大的定心碗 除了中南海的大门 下想就和古秋实握手言别 今天的会面 没有谈及任何古秋实晋升的话题 也没有涉及 烟省的下一步局势 却完全符合下想的预期 也是高层政治人物 考虑长远 大局观把握极有分寸的 具体表现 古秋实紧紧地握住下想的手 下想啊 湘江水暖 中南海水广 虽然相隔遥远 但天下万水同源 也会同归一处的 下下明白了古秋实的所指 顾书记 今天的午饭 估计会让我寄上一辈子的 好 寄得久一些好啊 总书记 有一个习惯 吃饭的时候啊 喜欢安静 我认识他时间也不短了 也是第一次陪他吃饭啊 古秋实拍了拍下想的肩膀 湘江虽远 但不管是下马河 还是湘江 都会流向中南海 西省和黑辽省 也不远呢 中间只隔着一个中南海 古秋实的两次暗示 下想岂有不懂之力呢 言外之意就是 不管是燕省省长的命题 还是黑辽省委书记的任命 都在起后 最先决定的 是政治局委员的地补 只有政治局委员的事情 敲定之后 范瑞恒之后的燕省 古秋实之后的黑辽省 才会真正的提上日程 直到古秋实乘车而去 消失在车流之中 他才动身 没有去机场 而是兴趣所致 又回了吴家 您正在收听的事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下想想祝古秋实一臂之力 当然不会傻到 当面向他说些什么 有些事情 说在前面 坐在后面 即使成了 也会大打折扣 最妙之处在于 你在背后帮了他的大忙 你却不说 事后 他通过别人 或别的渠道才知 如此 他对你的感激 才最真心 也让你先前的投入 获得的收获最大 刚进吴家大门 就见吴老爷子 在院中背着手散步 一边散步 一边还似乎在赏花 一见下想 他就笑了 我就知道啊 你差不多该到了 又用手 一指院中的一把方椅 坐下说话 下下刚坐定 老爷子又笑眯眯地 问了一句 和总书记的谈话 还算愉快吧 果然是吴家呀 耳目众多 他和总书记刚见面 吴老爷子 就第一时间知道了 天下还真是 没有不透风的强啊 还算愉快 吃了一顿饭 喝了一碗粥 说呢 说反腐的工作 下想也没隐瞒 简单点明了 见面的主题 他也清楚 吴老爷子再厉害 也不可能知道 他和总书记 谈了些什么 说真话 有助于他和吴老爷子 之间增加信任 现在你了不得了呀 小夏呀 如果你手中的资源 全部动用的话 能影响多少局势啊 吴老爷子不知何故 突然冒出一句 大有怀疑意味的疑问 下想被吴老爷子 突发的气势 激得眼皮一跳 见吴老爷子 虽然脸上依然有笑意 但眼光之中 却有肃穆和冷峻 下想知道 现在他不能退缩 吴老爷子 在古秋时地步 和曹永国入住黑寥 两件事情上 拥有至关重要的发言权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在关键时刻 有一言而定的 左右局势的影响力 直接迎上吴老爷子的目光 下想心跳加快 但脸色如常 甚至还清淡地一笑 我手中资源并不多 比不上老爷子 拧一根手指 但我不怕说一句大话 我有能力 保吴家三代富贵 三代 口气不小 敌气挺足 说说看 你凭什么保 老爷子四笑非笑 显然对下想 过于咄咄逼人的口气 不太适应 也微有不满 吴家的产业 再是加大业大 怕是不敢说 有百亿美元的规模 我可以随时调动 百亿美元的资金 将吴家的全部产业 一口吞并 下想虽然心里清楚 拿连若汉的资金 来和吴老爷子谈交易 有点不伦不类 甚至有点不道德 但话又说回来 连若汉 连人带钱都是他的 他也就坦然了许多 有时在官场之上 脸厚心黑很有必要 即使是吴老爷子 对他一向不错 但在关键时刻 还是有必要 施展一些小小的手段 当然 谈笑间 能调动百亿美元的小手段 不是一般人 能玩得起的大手笔 吴老爷子的表情 瞬间寒气逼人 眼睛微微收缩 只是下想 下想只觉得 似乎转眼隆动 心想 到底是四大家族 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平常只如一名 普通的老人 真要发作之时 也有惊人的威势 小夏 你这是威胁我 是觉得 我真的老了 老爷子的话 依然平静 但平静之中 隐含肃杀之意 也就是下想 能抗衡得住 吴老爷子庞大 而凌人的气势 其实 他也有取巧之险 因为和老爷子 相处久了 也深得老爷子的喜爱 才让他 有恃无恐 说到底 颇有耍赖的意味 下想 竟然还笑得出来 老爷子 您老当义壮 志在千里 我从来没有觉得 您老呀 其实我的意思是 有我的百亿美元 吴家的产业 就可以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 吴老爷子的目光 又慢慢缓和了下来 百亿美元 小夏 我一向认为 你有眼光 也有本事 但百亿美元 何不是开玩笑啊 就是用大风刮 也要刮上 十天半个月的呀 夏夏就自信地笑了 老爷子 您认识我年徒也不断了 我为人处事 什么时候 夸大其次过一次呢 您要不相信的话 不如 我先空股一家 吴家的上市公司 试一试吧 或是 直接给您出去 相关证明 吴老爷子 摆了摆手 不用了呀 我只是好奇啊 百亿巨子 保吴家三代富贵 小夏 你还从来 没有在我面前 下过这么大的本钱呢 就为你想要 促成的事情吗 值得吗 抛开曹永国不说呀 另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 为养虎为患呀 人生是一场赌博 政治更是 谁也不敢保证 自己提拔的人 不会背叛自己 所以 夏夏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古秋实在做大之后 不会将他一脚踢开 甚至 还要将他 打翻下马 但谁又知道 古秋实就不是一个 知恩图报的人呢 不会铭记夏夏 背后的助力呢 而和夏夏 携手共进 谁也不敢保证 对与错 所以 不如赌一把吧 而今天夏夏 实际上 和吴老爷子的过招 也是在赌一把 用一个百亿巨子的高山 立在身后 让他的影响力 一下子 就超越了富上的级别 直上云霄 让无数人 需仰视才见 也才震住了 一声叱咤风云的吴老爷子 吴老爷子还在犹豫之中 吴才江一脸紧张地 从楼上下来 市场出现异常啊 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大幅地波动 下响 吴老爷子脸色大变 目光如刀地 看向了下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九十三集 终究错了一步 在吴老爷子 如刀如剑的目光注视之下 下响淡然而淡笑 似乎一点也不畏惧 吴老爷子纵横官场一生 用几十年的官场臣服 所历练而出的威势 是让几大常委 也退让三分的 代表到整个庞大的 吴家势力的 雷霆一怒 其实说实话 下响想拿出百亿巨资当幼儿也好 当高山也好 只不过是虚晃一枪 肯定不会将百亿巨资 用在吴家身上 即使是吴老爷子再不肯松口 他也不会刀兵相见 再怎么着 他也不可能拿着连若翰的钱 对吴家下手 就算他在心中 用一千个理由安慰自己 连若翰的钱 也有他的一半 他也做不到 没有道德底线 说白了 下响的为人 还是远远做不到 脸厚心黑 并且六亲不认的地步 从本质上讲 其实他是一个好孩子 就算努力表现出 阴险和邪恶的一面 也有限得很 当然 对一些实恶不赦的人 他的阴险和邪恶 会更真实 更有力度 但对于身边的人 无论如何 也下不去狠手 尤其是 对他有过帮助 并且 还有亲情在内的 吴老爷子 下响其实也在想 其实他还是不够老练 手中正有百亿之时 才敢在老爷子面前 低气十足 有些商人 也许手中 只有几亿 就敢吹成百亿 而且 面对省长和省委书记时 也脸不红心不跳 说得煞有介事 早些年 冒牌俱伤 将省长骗得团团转的势力 也屡见不鲜 吴才将过了片刻 才意识到气氛不对 见吴老爷子 看向下响的眼光大有异常 有愤怒和质问 他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惊问 怎么了 夏响 你哪里惹老爷子不高兴 我没惹老爷子不高兴 是你的话没说完 三叔 夏响呵呵一笑 市场波动很正常 关键是要看 是正向的波动 还是反向的波动 当然是利好消息了 吴才将虽然心中疑惑 对老爷子似乎在和下响生气 大为不解 不过 还是对市场良好的前景 十分的兴奋 我们的股票啊 逆势上涨 有迹象表明 还有上升的空间 另外传出消息啊 说是国外有投资基金者 看好吴家基础产业 优移投资 吴家名下几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都在稳步上升 放出丰生的是李沁 出手购买吴家名下部分产业股票的 是肖家 以肖家在市场多年的打拼和手腕 吃尽部分吴家产业的股票 拉升一下股价 不过是新手年来 再有李沁从外围释放的利好消息 再有意让金融市场看到有巨资的波动 此战 吴家名下产业的市值会增加不少 要不吴才江 怎会一脸喜色呢 老爷子才听出事情原委 下下是在替吴家提升产业 脸色就又舒缓了 点头冲吴才江说道 忙你的去 吴才江点头就走 他现在一心扑在产业上 很是用心 对政治事件也差不多 不再过多的关心 下下望着吴才江的背影 淡然而悠然的说了一句 终究是一家人啊 明是对吴才江所说 实在还是说给老爷子听 许之以利 动之以情 虽说守法老套而无心意 但千百年来屡试不爽 吴老爷子一瞬间 又恢复了一个普通老人的沧桑和感慨 他一抬胳膊 扶我起来 下下忙上前 扶老爷子起身 见他气势已经消失不见 脸上全是慈祥和宽厚 心中也是惊奇 到底是仪式应解呀 收放自如 不过他的心里 很是清楚 老爷子对他 刚才先以后扬的手段 已经是默然接受了 扶着老爷子 在院中走动几步 老爷子没有再提刚才的话题 只是指点院中 长势良好的花草 说起他养花养草的心得 大概说了十几分钟 他才止住他脚步 想想啊 你该回乡降了 是啊 早该回乡降了 但京城风大 乱花见玉迷人眼 不是不想回 而是有琐事羁绊呀 老爷子话一出口 下想就知道 虽然老爷子 没有亲口答应他什么 但他知道 事情已经有了初步的转机 他用白衣巨子的高山 和亲情的溪流 成功地迈出了 关键的第一步 万事开头难 下想更知道的是 开工没有回头见 第一步迈出 第二步 必须及时跟上 否则 也可能一脚踩空 下想登机返回巷降 在他登机的一刻 各方力量 也同时在背后出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湘江市委 市长办公室 陈锡明坐在下手 手中拿着一根香烟 却没有点上 在手中转来转去 稍有焦躁之意 梅市长 情况就是这些 现在事情很棘手啊 向梅小林 挥拔完案情进展之后 陈锡明忍了忍 又将烟装了起来 梅市长虽然对人宽容 但他要尊重 女性上司的习惯 特别是梅市长 又让人赏心悦目 必须要拿出 应有的风度 只是风度解决不了 实际难题 林小远案件 远比当初预想的 要麻烦得多 黄毅住院后 林小远被刑事拘留 追究其故意伤人的罪责 蔡姜伟在交代问题之后 被省纪委提走 进入下一个阶段 贾林格被取保候审 他承诺 要向受害者家属 提供高额的赔偿 并且认罪态度良好 陈锡明也清楚 此次阿建的重点 落在蔡姜伟的身上 因为蔡姜伟 是逼人致命的罪魁祸首 其他人只能算是从犯 当然 还有一个重点人物是 林小远 林小远如何处置 陈锡明的心里暂时没底 他也清楚 下想必定要拿林小远开刀 但究竟 想要从林小远的哪个方面下手 他还不太清楚 因为依他推测 如果只以阿信命案的从犯 以及故意伤人 两项罪名来针对林小远 力度不够啊 命案从犯 顶多罚款了事 故意伤人 要看黄毅的伤情严重程度 以及黄毅是否追究林小远的责任 让陈锡明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出现了 黄毅虽然伤重 但住院之后 就向市局提出一项 原谅林小远的过时 决定不提出刑事诉讼 黄毅的决定 就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 林华健立刻委托律师出面 保释林小远 如果让林小远取保候审的话 以林华健在乡上的势力 林小远随时就可以潜逃出国 没错 林华健虽然和下相同级抵径 但第二天就又返回了相将 而且获得了中纪委的正式批准 陈锡明暂时顶住的压力 没有同意放人 但随后 另一波更大的压力又不期而至 谷健宣亲自出面 要求尽可能将林小远案件处理得 更符合各方利益 陈锡明就难做了 谷书记没有明确指出 要让林小远保释 但实际上却是一样的意思 谷健宣是他的顶头上司 又是省委常委 他不可能不顾虑三分 不可能不对谷书记的指示 做出回应 陈锡明并不清楚 谷书记怎么会亲自出面说情呢 没听说他和林华健有多深的交情 陈锡明当然不知道 林华健在京城 请动了一位老首长 恰恰这位老首长 当年对谷健宣有提携之恩 一个电话打来 谷健宣必须给几分剥灭 内幕如何 不必多问 陈锡明只是知道 如果没有人替他化解 来自谷健宣的正面压力 他就必须放任 而且根据线索得知 林小元也做好了 随时潜逃出国的准备 只要放任 必定外逃 他如何向下书记交代呢 就只能请梅市长发话了 也只有梅市长和谷书记交涉 才能缓解正面的强大压力 虽然陈锡明也清楚 让梅市长出面 拨了谷书记的面子 谷书记嘴上不说 必然也会迁怒于他 但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要紧紧跟随的 是夏书记的步伐 只是 夏书记怎么还不回来呢 陈锡明却不知道 梅小林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梅小林的压力 直接来自京城 也是一位多年认识的老朋友 打来电话 不是居高临下的事业 而是请他 看在多年朋友的面子上 高抬贵手 放林小远一马 不是什么大事 不必闹得很不开心 而且林华坚也不容易 就一个儿子 年轻人 谁还不犯一点小错呀 对方的话说得很委婉 也很入情入礼 又不惜以长辈之尊 拉下面子 说出了求情的口气 让梅小林真不好拒绝 国人重人情 人情世故 谁也免不了 又抹不开 梅小林的性子 就是吃软不吃硬 如果有正面压力 她不怕 但就怕迂回 和温言软语的相求 她为难了 但想起 在市委大院门口 对阿信父母的承诺 想起白发苍苍的老人 痛失爱女的心伤 她又怎么开得了口呢 再有 虽然下乡并未明说 但她也知道 下乡是想拿林小远开刀了 不过打来电话的老人 实在又是她敬重 并且爱戴的老人 她要是不做出一点回应 也说不过去 而且还是试交 以后回京 如何面对老人的不满呢 正当梅小林犹豫不决 南下决断之时 陈锡明的汇报 立刻让她眼前一亮 古剑轩的只是精神 正好让她顺水推舟 可以借势抬手了 既不让自己为难 也可以对下想有所交代了 如果梅小林知道 下想的真正用心 她肯定会顶住所有的压力 绝对不放林小远 只可惜 因错阳差之中 终究错了一步 下想一落地 就听到两个惊人的消息 林小远被取保候审之后 不知所踪 林华健 从京城返回湘江的同时 还和中纪委检察室主任 姚金杰同行 而姚金杰直接到省纪委 要求李从东接受问话 反击来了 而且才仅仅是第一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九十四集 湘江的第一朵浪花 湘江 终于无风起浪 夏祥说不生气那是骗人 是谁都难免气恼 明明知道 林小远有可能潜逃 还取保候审 陈锡明的公安局长 当得太不称职了 当然 夏祥也没有 简单而粗暴地认为 陈锡明是故意为之 肯定有来自各方的压力 让他不得不妥协 但即使如此 他还是难以压制 心中的怒火 因为突破在即 眼见就要将林小远的 牢底揭穿之时 竟然让他从容地脱逃 简直就是让人无语啊 而且还有 中纪委绕过他 不通知省委省纪委 直接要找李从东谈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蛮横无礼 下想就知道 对方的第一波冲击来了 要的就是 在他将要掌控大局之时 将他胜利的果实打落 再回省委的路上 下想先后和曹书理 严小时通了电话 曹书理和李进 已经提前一步来到香角 先住在了酒店 严小时和谷玉也到了 已经安排妥当 刚放下电话 梅小林的电话 就打了进来 梅小林现在很是自责 因为在谷建轩的压力下 在他的默许下 陈锡明终于妥协了 放了林小远 不料林小远 前脚一出公安局的大门 后脚就消失在警方视线之外 显然早就做好了精心的准备 谁也没有想到 堂堂的省纪委副书记 监察厅厅长 也有如此耍赖的一面 竟然不顾身份 做出了无耻之事 但林华健却失口否认 声称 他也不知道林小远去了哪里 林小远的失踪 和他全然没有半点关系 实际上 林华健并未说谎 林小远的脱逃 并非是他事先安排 因为他还不至于 如此胆大抱天 还有一点 他并不知道 下想见风所指之处 并非简单地 只拿林小远明明的事情下手 下想要下的是狠手 但易天南却知道 易天南在下想前往京城期间 不断地猜躲 不断地寻找蛛丝马迹 等他终于发现一次端倪之时 李从东顺藤摸瓜 正在查实林小远的私密账户 而且已经触及到了最核心的部分 他才恍然大悟 同时怦然心惊 下想 下的是不留余地的狠手 要的不是让林小远吃亏和丢人 而是要他的命 在推而广之的话 一个林小远 肯定满足不了下想的胃口 如果他在各个击破 岂非说明 他想要的是整个香省四哨的命 如果将香省四哨 近年来赚的钱全部收回 不和要了命一样吗 易天南勃然大怒 并且差点气得失态 好一个下想啊 正常的政治斗争 也没什么 你欺人太甚 何必大下狠手 要斩尽杀局呢 别人赚钱 爱你什么事了 叶天南就决定 叶天南就决定 及时收手 立刻让林小远远走高飞 不能再留在湘江 给下想当活靶子了 林小远一走 相省四哨才能平安 才有足够的时间 将资金安全转移 但易天南也知道 恐怕林华健 不会同意林小远 潜逃出国 因为林小远 在取保候审期间潜逃 最佳一等 一跑 就永远回不来了 而且 更会为林华健的脸上抹黑 只是形势紧迫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事后再慢慢说服 林华健也行 只要保证林小远一事 不祸及林华健的前途即可 叶天南就发动了最大力量 请动了中纪委的姚金街 林华健虽然和姚金街同级 但他并不十分清楚 姚金街此来相省的真正目的 可以说 整个事件都在叶天南一手掌控之中 他也被蒙在了鼓里 决定要对李从东下手 李从东现在是下响在省计位最大的助力 虽说不一定非要拿下李从东 但非常有必要对李从东敲打一番 让他收敛几分 别太跟紧了下响的脚步 别试试充当下响的马前足 李从东要是收敛的话 下响失去的左膀右臂 想要在乡上再为所欲为 就凭空增加了不少难度 叶天南也清楚 除了李从东之外 商江也是下响在纪委之中的助力之一 但商江本是正胜一条线上的人 未必和下响真得一心 现在动商江 等于是同时触动下响和正胜两方的利益 容易引起强烈的反弹 所以综合比较之下 李从东就成了最好上手的软柿子 安排林小远出逃的人 是杨瑶儿和胡君友 杨瑶儿也真够可以的 毫不在乎林小远打下了黄义的眼睛 虽说黄义的眼睛据说还有希望之一 但杨瑶儿男友如云 听到黄义受伤的消息后 连震惊都没有 具体怎么做 从哪条路线走 叶天南不会过问 因为他相信 时刻准备着远走高飞的相省四少 早有计划 在林小远的事件上 叶天南留了后手 首先就是 他瞒着林华健策划好了一切 其次就是 他让叶地北置身事外 并没有具体参与 不止杨恒义 就连胡定也没有看出 叶天南在此事上的长远谋算 不只好一应事宜 将将好 下乡就回来了 叶天南心想 下乡领略的京城风光 安逸了几天 回来后 见到有大礼送他 也不知道 他会作何感想 怕是后悔在京城 沉醉不知归路了吧 叶天南几乎要笑出声了 当然 如果让他知道 下乡在京城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他别说笑了 怕是会再次失控 并且大发雷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现在箱上的现状是 整个棋盘看似杂乱武装 各自布局 实则不管是郑盛 正在精心筹划的人事调整大计 还是傅先锋闷声发大财的装傻 或是叶天南 为下乡布折的一场大戏 又或是下乡 着手要拿香省四少开刀 明是各自为战 其实全部焦点 还是细于一人之身 所以下乡一回到省委 就立刻被郑盛 叫进了办公室 让他甚至来不及喝上一口水 理顺一下思路 更不用提着手下一步的工作了 郑盛的着眼点 和下乡的着眼点 有一定偏差 所以他急急叫下乡前来 是为了商议 人事调整之战的第一战 陈东会战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和证据 商家又进一步挖掘了 更多陈东主要党政领导的 贪污腐败的事实 碧鹏和顾世奇 又交代了更多的问题 目前已经有足够的证据 对陈东市委书记和市长 采取强制措施了 一场必定要震惊全国的 陈东会战 只需要下乡的点头 就可以全面地打响 就在下乡进京的几天内 除了叶天南布置的反击之外 郑盛也酝酿了许多动作 先是和傅先锋 就陈东主要党政领导的重大问题 交换了意见 虽说书记和省长 绕过省委副书记 似乎有点欺负人之嫌 但一二把手酝酿大动作 不事先通知省委主要领导 也算规则内避嫌 话又说回来 提前告知下乡 而不通知叶天南 就是有意冷落了 叶天南知道的话 恐怕北上阉省担任省长的心情 就会更加迫切了 下乡不在乡江的三天里 省委组织部正式放出风声 你在全省范围内 进行一次大范围的人事调整 消息已经放出 顿时在全省各地时 引起了一波动荡 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动荡并没有引发轩然大波 若是以往 不一定有多少人打电话 到省委组织部或省委 打探消息 四处活动 但此次 因为阴间不远 故事起的八十八万行贿金 如一座大山一样 横跟在每个人的心头 所以不少人只是打电话 旁敲侧击 并未付诸行动 此次人事调整 据内部消息灵通人事透露 有几个地市的一二八首 直接退下 还有几人到省里二线养老 真正上升的机会 少之又少 当然 一二八首让位 自然就有不少空缺出来 下面迫切想要上位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 人事调整的风声 还是席卷了整个乡省 下想坐在郑胜办公室的一刻 就完全冻析了郑胜的用心 在京城几天里 下想其实也在随时了解乡省动向 虽然现在通讯发达了 但听来的消息 都是过滤之后的信息 即使是秘书和办公室的汇报 也是经过筛选之后 而且限于级别 他们所知道的部分 都和真相有距离 只在真正置身其中 才能确知事情的发展方向 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人事调整势在必行 但在人事调整之前 陈东会战肯定要提前出手 因此早早放出人事调整的风声 不过是转移视线 为的就是好借机行事 夏书记啊 京城之行 听说收获不错呀 郑胜一脸笑意 亲自动手 为下想倒茶 我接到邱氏的电话呀 他说呀 你在京城很有风采 还说总书记 对你的工作 也是十分肯定啊 不错呀 很不错嘛 夏乡泄过的正盛的茶水 笑着客气了几句 就说 郑书记 有什么支持精神吗 陈东的问题 不能再拖了 郑胜语重心诚 再拖下去 陈东五百万人民 就会对省委 失去信心呢 也不利于陈东今后的长远发展呀 拔高到政治高度 是政治家 信守年来的本事 几乎是 不用过脑子的事情 夏乡也清楚 郑胜应该 已经和傅先锋达成了共识 按说 他本该一口印下才对 但他的回答 却大大出乎郑胜的意料 郑书记 现在火候 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郑胜语然而问 哦 照你说 什么时候何事啊 林小远落网之时 郑胜大为不解 和林小远 又有什么关系呢 任谁也没有想到 林小远 就是湘江之上 最先激起的一朵浪花 最终 却流到了中南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九十五集 风云际会 有理由相信 林小远此时并未出国 因为时间上来不及 而且此时出逃 危险系数太大 差不多可以断定 林小远 未出相省 夏夏虽然 还没有来得及着手反击 但他此次 却是出奇的冷静 而且还是 无比的肯定 一定能将林小远 再次拿下 一旦拿下林小远 他就要下狠手了 雷厉风行 以迅内不及掩耳之势 将相省四少 各个击破 全部放过 但在拿下林小远之间 现阶段就开展陈东会战 不符合长远利益 因为万一 傅先锋临阵反格 再和叶天南暗中联手的话 说不定会战胜利之后 果实就会被傅先锋 和叶天南挂分 投机取巧 是傅先锋的本性 而叶天南老谋深算 必然不会坐以待毙 肯定会暗中运作什么 傅先锋可以被他拉拢 也有可能会被叶天南 再许下更大的利益 再次反水 对于傅先锋 下想比正盛 了解得深刻多了 也从来不会将胜利的筹码 全部压在傅先锋的身上 但问题是 现在傅先锋剧中 他的手偏向哪一方 哪一方就能取得胜利 尤其是在最紧要关头的对峙之时 傅先锋拥有一言而定的 莫大权利之时 他绝不会满足于先前 郑胜和他达成的协议 还有一点 下想目光如炬 郑胜在权谋和识人之名之上 不如叶天南 心积深 手腕高 在人事调整的风声放出之后 叶天南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就说明了什么问题 郑胜还以为 叶天南妥协或是退让了 其实不然 按兵不动的叶天南 比频频出手的叶天南 更让人忌惮三分 下想最担心的一点就是 陈东会战打响之后 陈东关场地震 落马贪官无数 第一步大获全胜 但等到重新安排人选之时 郑胜想要安排的人选 通不过常委会 而傅先锋突然和叶天南联手 掌控了常委会 通过了他们提名的人选 倒是岂非功败垂成 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郑胜或许不敢猜想 傅先锋会出尔反尔 下想却是坚信 傅先锋会反隔一击 而且更深信的是 现阶段 估计叶天南和傅先锋 已经密切接触过多次了 甚至说不定 已经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 还有一个 让下想对傅先锋会反水 深信不疑的原因就是 叶天南有望 担任燕省省长的消息 已经放出 郑胜或许对叶天南 是否担任燕省省长 没有想法 也没有期待 因为他在燕省 没有利益 傅先锋却不同 燕省有附加的重大利益 因此 叶天南 如果以未来燕省省长的身份 向傅先锋 许之以利 傅先锋在紧要关头 反隔的机会 无限接近百分之百 只是 下想的最大担心 又无法对郑胜明说 总不成 他当着省委书记的面 说省长的坏话吧 就太没政治水平了 而且 又只是基于推测 再者 傅先锋毕竟是省长 是上级 省委下级 不能议论上级的不是 是为官知道的 第一准则 下想设想之中的万全之测试 第一步 首先必须拿下林小远 林小远 在取保候审期间潜逃 最佳一等 至少可以 有足够的理由 将其正式逮捕 林小远被捕 将是连锁反应的第一步 是湘江飞舰的第一朵浪花 影响深远 第一 牵制了林华健 第二 震动了杨恒义和胡定 第三 触动了叶天南 林小远在手 就意味着有的筹码 就完全牵制了 相省四人的经历 让他们束手束脚 如此 以傅先锋的精明 见形势不对 自然就不会再和叶天南 携手了 郑书记 林小远 是乡省四少之一 他只要落网 一些人 就束手束脚了 同样 副省长 也会坚定信心了 下想尽可能回答得委婉一些 不至于显得太突兀 或者太强烈了 郑上却微微皱起了眉头 下书记 将着眼点 落在林小远的身上 是不是 太抬高林小远问题的重要性了呀 其实他想说的 是不是眼界太低了一点 一想 又觉得不妥 才又临时改了口 其实心中 还是认为下想 有点小题大做了 甚至还猜测下想 是不是 太小心眼了 对于林华健 百塌一道的事情 耿耿于怀 同时 郑胜还有其他的顾虑 不便说出口 因为他不想触动 相省核心人物的直接利益 政治斗争可以 但只能在围绕人事问题上 大做文章 不能直接面对面的交锋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下想动了林小远 就动了林华健 动了林华健 就动了杨恒义 胡定 和叶天南 所以郑胜 又暗示说道 林小远 毕竟是省委高级领导的儿子 要注意工作方法 要适当照顾 个别领导同志的情绪 下想大感失望 才触动了林小远 郑胜 就亲手亲脚了 要是终有一日 夜地被释法 郑胜是不是 要畏手畏脚 甚至出面遮盖呢 至此 下想真正看清了郑胜的为人 性格虽然有激进的一面 但保守老成 缺少魄力 和大刀阔斧的精神 不得不承认 总书记 确实有诗人之名 郑胜比古秋实 还大了一点 总书记 却点中古秋实 而非郑胜 确实是明智之举啊 郑书记 据毕童承认 他和林小远之间 有经济上的往来 陈东大桥在施工的时候 林小远就是工程材料总负责人 而且毕童 也提供材料证明 林小远仅在陈东大桥一个项目之中 就非法获利 超过一千万 林小远和陈东 不少的主要领导 都有着经济往来 而且根据顾世奇的供词 林小远也插手了淮阳大桥项目 淮阳大桥全部工程材料 也由林小远一手操红 下想之道 想要打动正圣 就只能将着眼点 落在正圣最关心的 人事调整的大计之上 根据蔡江伟 初步的口供也证明 林小远 确实插手了淮阳大桥项目 而且 他和淮阳主要党政领导 也来往密切 郑盛的下一步 就会拿淮阳开刀 从长远布局打算 林小远一人 可以将陈东 和淮阳两世 细于一身 郑盛必然会为之动心 下想的口气随意 并没有刻意流露出 要说服郑盛的意味 因为他清楚得很 越是随性 才越让郑盛不起疑心 刚才 他从郑盛的眼神中 看出了郑盛对他的态度 就立刻转变了策略 省委书记也是人 诗人就会有弱点 抓住对方的弱点 唯我所用 而且 不着痕迹的话 就是高明的谈话之道 郑盛没有说话 却站起身来 背着手 来回走动了几步 以下想对郑盛的了解和观察 他知道 郑盛犹豫了 林华健同志 会有情绪的 转了三圈之后 郑盛很没担待地 说了一句 林华健同志的工作 由我来做 下想就接过了最大的难题 他虽然 很是不满郑盛的态度 但替领导分忧 是下棋的分内事 只好大度地扛了下来 不过他也清楚 林华健也不会厚着脸皮 来找他理论什么 除非逼急了 但真正逼急林华健的时候 林华健不会找他 也不会找郑盛 而是直接找中央了 那你就辛苦一下了 郑盛满意地笑了 人事调整的丰盛 已经放出去了 也不能悬得太久了 否则呀 会影响到工作呀 时间不会太久的 用不了半个月 下想心想 不能让郑书记太清闲了 也要让郑书记 显示一下权威才行啊 否则郑书记 相省一把手的身份 也太不被一些人 放在眼里了 下想就微带气愤地说道 郑书记 有个情况 纪委得向省委汇报一下 中纪委姚主任 和林厅长 同纪来到相将 我想中纪委的领导 前来指导工作 总要迎接一下吧 没想到 林厅长没向纪委汇报 姚主任 也没和纪委打招呼 就直接叫李从东同志 谈话了 当然了 中纪委的领导 有特殊顾虑 不和纪委通缉 也没有什么 和省委打了招呼 就成啊 一句话说的正声 顿是脸色一变 我还以为姚主任 已经和纪委通了气呢 也以为 你会正式向省委通报一声呢 下想一摊手 姚主任是什么想法 不和纪委通气也就算了 怎么 和省委也没打招呼吗 郑盛明显生气了 不打招呼就不打吧 怎么着 也是中央来人呢 是不是啊 表面上 高抬姚金街 其实已经将他拉进了黑名单 暗含讽刺之意 郑盛可是 堂堂的省委书记 而姚金街才是厅级 相差甚远 就算自是金官 下来大一级 也不该在总书记的 爱将面前摆破 再是中央来人 哪怕是中纪委副书记亲临 也要给郑盛几分面子 省委书记 视为封疆大力 有影响国家形势的 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姚金街不过是听急 不管是他出于什么考虑 先没有和省委 省纪委通气 反正 在下想桥手波动之下 他在乡省的工作 将会举步维艰了 下想不动声色之间 已经为未曾谋命的 姚金街挖好了一个大坑 有人以为 可以暗中摆他一道 好 欺负到他的头上 还想让他 以礼相待吗 相将水深 小心呛水 和郑盛的一番长谈 定下了下一步的基调 下想心中 笃定了许多 接下来 抓捕林小远 就是重中之重 其实 在下想设想之中 抓捕林小远 只是时间问题 林小远跑不了 真正的难题在于 林小远落网之后的局势 又是怎样的 惊涛骇浪呢 主要是 他还不敢自认 了解叶天南的为人 果不出下想所料 仅仅三天 林小远就落网了 乡省 即将风云际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九十六集 小心 细言成真 林小远落网的功劳 如果真要算起来 还得落在古裕的身上 下想在和郑盛达成共识之后 回自己办公室的途中 无意中撞见 叶天南正从傅先锋办公室里出来 其实 副书记和省长见面谈工作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过 傅先锋热情地送到门口 就有点不太正常了 更不正常的是 叶天南神色如常 还冲下想微一点头 以示问好 而傅先锋 虽然也是笑容满面 但他眼神中的一丝 微不可查的躲闪 却没能逃过下想的眼睛 按理说 以傅先锋的机心和脸厚心黑 怎会在人前露窃呢 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 他和下想太熟悉了 从最先的对手 到后来的朋友 再到现在的非敌非友 走过了近十年的光阴 二是 他和叶天南交谈的内容 触及到了 他和下想曾经达成了共识 正好无意中被下想撞见 虽是撞见 而不是撞破 还是难免心跳加快 傅先锋以为他眼纪高超 不找痕迹 没想到 还是被下想敏锐的眼神 尽收眼底 傅先锋甚至在想 下想也不戴眼镜 肯定有轻微近视 看不清他 一闪而过的异常 可惜下想眼神好得很 眼睛一点也不近视 傅先锋的美好愿望 落空了 不过傅先锋 倒也随机反应得很快 随机拦住下想 说是正有事情找他 叶天南坦然而去 似乎对傅先锋 刚刚和他密谈之后 立刻又和下想会谈 一点也不担心 他甚至脚步飘然 从背后望去 还有一丝出臣之意 官场是名利场 官场中人 怎会有出臣之意呢 所以下想从来不认为 有追逐名利的高人 真正的高人都在世外 即使入室 也是漠然无语 不为人所知 傅先锋请下想 到办公室一坐 并未谈及太多事情 只是随意疑问 下想在京城是否顺利 下想也就客气地一打 只字未提 京城之中和总书记的会面 不管傅家是否有渠道得知 他故意结果不提 也是向傅先锋暗示什么 相信傅先锋心里明白 和傅先锋的谈话 大概只有几分钟 只有一件事情 对下想有所触动 傅先锋 又要前来湘江了 直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下想还摇头指向 得 林小远的事情 还没有解决 三件天大的难题 还没有拉开序幕 湘江已经是美女成灾了 刚刚在和郑胜交谈时 他已经向郑胜说明了 曹淑黎来到了湘江 算是向省委交代的生活问题 郑胜十分高兴地表示欢迎 提出让郑海奇出面 负责安排曹淑黎的工作和生活 还亲切地过问 曹淑黎的兴趣和爱好 想从事什么工作 省委负责解决郑处级待遇等等 下想没提任何要求 离丫头兴子弹 就不上班也好啊 在家中照顾他即可 不过后来郑海奇 还是很热情的 将曹淑黎安排到了省富联 解决的待遇和级别 下想也未多过问 高级干部的家属的工作和生活 都有相应的待遇 他懒得去操心一些边角料的事情 曹淑黎和李沁同来 曹淑黎随下相一起住间的常委家属楼 李沁也不能总住宾馆的 因为他在湘江可能要长住一段时间 正好严小时和谷玉也来到了相交 不等严小时主动以地主的身份安排住宿 谷玉却束手一挥 说他在湘江之畔有一栋别墅 却是谷玉以前做玉器生意时 正值湘江之畔有别墅兴建 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灵秀之地 当时就买了一栋 买了之后却一直显置 只是没想到几年过后 价格翻了一倍有余 也算是赚到了 谷玉却不缺钱 自然不卖 于是谷玉 严小时和李沁 就一同住进了别墅 三位角色美女共居一室 在外人眼中似乎很是相艳 但在下想看来却是危险重重 因为他和李沁之间 清清白白 李沁不在危险之内 但和严小时之间关系有所突破 而以前 严小时一直对他和谷玉超友谊关系 耿耿于怀 三个女人之中 严小时最精明 谷玉最单纯 李沁最工作狂 基本上可以肯定 几人将会以严小时为首 下想就担心严小时心血来潮 万一和谷玉交流 和他欢爱时的感受怎么办呢 主要是谷玉会做何感想呢 现在的相将 曹淑玉 美小林 严小时 谷玉 和丽沁 差不多 在他生命中有过痕迹的女人 来了将近一半 对了 还有一个傅仙仙 果然也要前来凑热闹 别乱套才好啊 更让下想郁闷的是 还没有想好 如何安置一帮女人们 却又接到连若翰的电话 连若翰先生 假装关心地问了问 他是否一切进展顺利 随即话题一转 口气一变 说是 出于对他的百亿资金的监管和负责 他决定 近期也前来相将 和卫星一起 亲自负责百亿巨资的运作 下想差点昏倒 难道说 百年一遇的事情 真的要发生在他的身上吗 把女闹相将 让他情何以堪呢 还真是 非要乱套不可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连若翰是诚心气他 诚心要给他添乱 下想还没有来得及 眼里批评连若翰自私自利的行为 连若翰说了一句话 就立刻让他闭了嘴 亲爱的 其实我是为你好 你在湘江 人生地不熟的 举目无亲 是丹丽宝 我过去是帮你打开局面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有一帮娘子军团帮你 你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 下想只好投降了 哦 欢迎 热烈欢迎 是不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 下想不敢自夸 但他肯定是天底下最幸运的男人 连若翰说对了 他的女人们 却是帮了他的大忙 最先是古玉 李庆和古玉 严小时 住在一起 曹树黎自然也知道 严小时和古玉都在相将 他嘴上不说 心里难免有疙瘩 就一天到晚 拿了金庸的书来看 还不时地问下想 你最欣赏段正纯 还是为小宝啊 下想就装傻 谁 都是谁啊 是历史名人 还是古代宰相啊 曹树黎就发了狠 拧了他一下 装 装一个大一般了 不过 也是一点就过 曹树黎绝对不会 在一个问题上 纠缠不休的 下想才得意有空闲 以和李沁见面的名义 来和严小时 古玉见面 见严小时倒在其次 主要是 好久没见古玉了 他确实想念啊 但真要说实话的话 下想欣赏段正纯 每一段 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 更仰慕为小宝 被众女环绕 而游刃有余的 哄骗女人的高超手腕 男人 其实在内心深处 都有一个 深藏薄露的 唯小宝之梦 古玉的别墅 位于湘江之畔 花团锦簇 青砖绿瓦的 一座三层小楼 犹如桃园 倒让人赞叹 古玉的眼光 下想的车刚停稳 严小时 古玉就从里面雀跃而出 两人争先 替下想打开车门 殷勤周到 二美争艳 下想摇头一笑 下车之后 先打量了古玉几眼 见古玉容颜未改 神采依旧 也放心了 说道 古玉 偶尔耍下小星子也没什么 但经常耍赖 就不好了 古玉掘了嘴 我又没有冲你耍赖 我自己跟自己较劲还不行吗 真的吃了河水 管得宽呀 严小时在一旁笑而不语 不过笑容之中 有促暇之意 显然 他最喜欢看到下想吃鱉 李沁在房间内没有迎出来 想必也知道 他的热情没有用武之地 索性也就不来添乱 房间内的布置非常不错 家具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三层小楼有七八个房间 足够住了 严小时跟在下想身后 敲声说道 你的女人们都来的话 也住得下呀 要不来一次八女闹香江 八女 什么八女啊 下想只能装上 小时啊 你和古玉来就来了 好好住下 安心休假 我最近忙得很呢 事情多 肯定没多少时间陪你们 你们有心的话 就帮帮李沁吧 没兴趣的话 就自己出去散心吧 严小时乐得花枝招展 古玉却一点也不笑 一般正经地说道 哎 你别小看人 你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 说出来嘛 让大家快乐一下 然后我快乐的话 也会帮你解决难题的 下想也笑了 随口一说 好 你就帮我抓住林小远 怎么样 其实 不过是一句细言 不成像 细言当真了 早在下想 在忙完省纪委事情之后 就专程和美小林 陈锡明又见了一面 商议抓捕的行动安排 虽然事情的严重后果 早有预料 虽然并非陈锡明 承担全部责任 但陈锡明 为人有担待 一见下想 还是面有愧色 主动承认了错误 并且承担了 全部的责任 还好 美小林也向下想 坦诚他也有错 还含蓄地点出了 谷建轩 也施加了压力 下想对陈锡明的一点埋怨 也就全部释然了 没有一个公安局长 敢顶住书记 和市长的双重压力 而不放任的 陈锡明也算做得很不错了 值得赞赏 下想没有批评陈锡明 相反 还表扬了他 虽然陈锡明也知道 是上级领导 一贯的愈下之术 但下想语气很真诚 表情很真实 他还是很感动 陈锡明其实也没闲着 林小远一失踪 就发动了全部力量追查 已经初步查明 林小远就在湘江市内 并未出事 果然和下想设想的一样 但有一点难点 林小远藏身在军中 地方力量无法介入 而让下想也始料不及的是 此次抓捕林小远 让他间接地 和军方的另一股势力 起了冲突 从而也导致了他 直接参与了 军方的派系斗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97集 越来越大的动静 下想的本意是 想借张晓之力 从军中带人出去 但陈锡明透露的消息 让他大吃一惊 甚至还顾虑重重 因为据可靠的消息证实 林小元躲藏在省军区 另一方势力的手中 对方和张晓不合 是张晓在省军区最大的对手 如果以上还不足以让下想震惊的话 那么陈锡明揭露的另一个隐情 就让下想也心中一振 立刻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超出了他的预期 另一方势力 不但不会卖湘江市公安局的面子 也未必会给省委面子 而且对方和叶天南关系默逆 甚至传闻还有生死之交 真假暂且不论 但对方势力庞大 而且在乡省多年来 一直走私时有 不管是他方还是军方 都心知肚明 却全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充耳不闻 视若无睹 不是看不见 也不是听不到 而是管不到 下想至此才明白 相省四少 为何想插手石油生意 原来还有更深的内幕 一头走私 一头销赃 自然利润滚滚 怕是张晓 也奈何不了对方呀 即使是兼任了 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政盛 也只是 象征意义参加军区的会议 和决定 实际上 并无实权 指挥不动军区 又是走私石油的重大案件 赖总走后 其实石油走私从未中断 不过大小不同 地方和军队不同的区别罢了 赖总回国后 当心位移 政盛就更不敢插手了 何况下想呢 触动了对方的核心利益 军方的力量 是非常恐怖 而且不走正常渠道的 政盛身为省委书记 也不敢对军区事务 发表具体意见 即使到了 政治局委员的级别 也不会插手军方事务 甚至有传言说 政治局常委 也没有权力 插手军机上的军方事务 在国内 从七大军区建制之后 一直到今天 军方事务 一直是最核心的利益 除了有限的最高级人之外 谁也不能碰 一碰必有伤 虽说理论上讲 党指挥枪 但还有一个真理就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换言之 枪杆子里面出历史 一个林小远 竟然涉及到了军区高层 再由此延伸推论的话 夏祥也是暗暗心惊 怪不得总理如此器重叶天南 原来叶天南为人 确实有过人之处 和军方关系也如此密切 好一个叶天南哪 果然了得呀 夏夏和陈锡明商议的结果就是 让陈锡明继续摸清情况 先不要轻举妄动 关键是 想动也不敢动 也动不了啊 是公安局 根本就是 碰都不敢碰军区一下 实力悬殊太大 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 下一步 只能他亲自出面 找张晓商议了 看张晓态度如何 张晓是 省军区司令员不假 但军区里面 还有政委 一般来说 省军区 会有一人进省委常委会 不是司令员 就是政委 要看谁先到 既然张晓 以司令员的身份 进了常委会 也就证明 张晓在省军区 应该资历高过政委 但具体真实情况如何 下想也不得而知 军队上的事情 也很复杂 司令员和政委之间 不像地方上 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 书记一定比省长大 因为书记是一把手 拥有人事大权 而军队中 还因派系不同 发言权也不尽相同 同时 资历也非常关键 据说 省军区政委 苏志乔 是国内少壮派的少将之一 虽然资历 比张晓稍差一些 但背景深厚 而且 是另一大派系的 中坚力量 按照政治体制中 党指挥枪的原则 政委在关键时刻 有权否决司令员的决定 类似于书记的 一票否决权 所以 有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是 张晓在军区之中 未必能和苏志乔 分庭抗礼 具体内情如何 下想不敢网加推测 毕竟他和军区来往不多 内部的情况不甚了解 一个不挂任何军衔的老人 就可以指挥全国军队 也是让人无话可说 却又不争的事实 不是你的兵 关键时候 你就算是司令员 也可能指挥不动 事情 不但复杂 而且严峻了 下想也没想到 会牵扯进来 越来越多的力量 湘江的一朵浪花 难道 真要变成红柳 最后化成 滔天巨浪 冲向中南海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下想约了张晓 却不凑巧 张晓进京了 他就暂时压下心中焦虑 前来和古玉见面 也没想到 下想只当古玉说 帮他解决问题是笑谈 反正 包括严小时在内 都不是外人 他就简单说了一下 林小远的问题 说完之后 他还大马金刀地 向沙发上移坐 戴克知道在于 请上座 喝好茶 我已经坐好了 怎么不见茶水 端上来呀 严小时一吐舌头 不好意思 还真是慢待了 您这位高大权的省纪委书记 您稍等 马上上茶 严小时跑去泡茶 古玉却愣住不动 还一脸 若有所思的神情 歪着头 拖着下巴 停停鸟鸟地 站在下想眼前 入了神 下想还以为古玉 想别的事情 就伸手在他眼前 晃了晃 嘿 想什么呢 都出神入化了 在古玉面前 下想还是将心中的 麻烦事情 抛到一边 既然和几位美女 同在一起 自然要放松身心了 人在官场 总有解决不完的麻烦 如果时刻愁眉不展 就成了自寻烦恼了 古玉却一挥手 打开了下想的手 别打扰我 想正事呢 他说想 还真想到用心呢 一脸深思上楼去了 下想无奈 只好起身 来到李沁的房间 李沁也真行啊 自他进来之后 连面都没有露 进了房间才发现 李沁脸没有洗 头没有梳 只穿了睡衣 很没形象地坐在电脑前 一边喝咖啡 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 其专注的程度 连下想进来 都没有察觉 下想觉得有点不雅 李沁虽然穿了睡衣 但显然 只是随意一照 不但露出了 白花花的腰肉 领口的扣子都没系 从他的角度望去 几乎能看到 闪风高耸 他只好咳嗽一声 李沁 李沁此时才惊醒过来 扭头一看 夏书记 您怎么来了 太失礼了 我都没穿衣服 慌乱中 他脸一红 才知道说错了话 不是不是 是没正式穿衣服 您等我一下 什么乱七八糟的 夏乡摇头一笑 没关系 不用穿衣服了 我就是过来看你一下 暂时没什么事 你先忙吧 推出李沁的房间 夏乡也才意识到 刚才也说错了话 真是的 真够乱的呀 还好他回到客厅的时候 严小时 已经奉上了茶水 而且 还是很恭敬 很端正的 端在眉心 开玩笑地说道 送你一个举案奇眉 夏乡接过茶 还没有喝上一口 谷鱼又悄无声息地下楼了 还用力地 拍了他的肩膀一下 哎 我想起来了 乡省军区的副政委 夏博远 是最早一批 跟随爷爷的手下 爷爷的面子 他肯定要给三分的 夏乡正要喝茶 冷不防地 被谷鱼一拍 差点摔的茶杯 他无奈一笑 扭头说道 能不能 有话好好说呀 非要一惊一乍的 成心吓人不是 报告夏书记 我穿好衣服了 话音刚落 李沁又从房间中冲了出来 一阵风一样 来到夏乡面前 夏乡就再也端不住茶杯了 手一抖 一下子摔了个粉碎 他摔茶杯的水平也挺高 茶水四溅 将严小时 谷玉和李沁 三位美女的美腿 全部打湿 谷玉压得一声跳开 李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只有严小时 不但笑得十分开心 还调侃下想 真有你的 摔个茶杯 也要公平起见 讲究雨露均沾 严小时 郁家爱开玩笑了 夏乡眼睛一瞪 拿出了 当家做主的威严 小时啊 你年纪最大 要拿出姐姐的姿态 要给谷玉和李沁 带一个好头啊 严小时还没说话 李沁却又笑了 不好意思啊 夏书记 三人之中 我最大了 夏乡干脆无语了 正说笑时 转身一看 谷玉不见了 夏乡猜到了什么 急忙来到院中 见谷玉 已经发动了汽车 谷玉冲他 扬了扬手 我去他省军区 等我消息啊 谷玉什么时候 也风风火火了呢 不过夏乡 还是心中感动 到底是自己的女人呢 帮他的时候 毫不含糊 在回到房间时 严小时 已经打扫好了地板 李沁还在等他 见他进来 一把拉过他 夏书记 我有情况要汇报 来到李沁的房间 原来李沁是告诉他 百亿资金正在紧急调集之中 目前已经有2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 可以调用 余下的部分 一个月之内就能筹起 夏乡脑中灵光一闪 忽然意识到 其实 也不一定非要十大石 准备百亿巨资 实际上 20亿美元也足够了 扯虎皮做文章 也够拉风了 就说 对了 你通知连总 不必调及百亿资金了 就像现在的20亿 应该也可以了 那怎么行呢 李沁眼睛睁大了 说一百亿就一百亿 说话算数 不能说 有假大空的行为 夏乡一愣 李沁可真是一个活宝啊 似乎事情不够大 他不够兴奋一样 正要解释两句 电话响了 一看 是张晓来电 张晓提前会相将了 和他同来相将的 还有一人 许冠华 夏乡很高兴 非常期待 和张晓的会面 却不知道 古域在军区 闹出多大的动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九十八集 谁 不知天高地厚 张晓既然相遇 夏乡就不再逗留 匆匆告别 严小时和李沁 转身离去 夏乡走后 严小时见李沁 仍然痴迷地 望着夏乡的背影 一动不动 不由得心中一酸 悄悄碰了李沁一下 是不是 很仰视夏书记啊 不是仰视 是敬佩 是爱戴 是敬仰 李沁回答 但目光仍然目视夏乡 曲车而去的方向 会不会 还有爱慕啊 严小时耍了个小小心思 李沁的心思 如果用在金融上 五个严小时 也不是他的对手 但用在男女情识上 十个他 也不比一个严小时 李沁愣了一愣 然后才惊醒一样 扶了扶眼镜 不解地 看了严小时一眼 很是鄙夷地说道 对于一些伟大的人物来说 如我们一样的小人物 只能仰视才见 也只能怀着 崇敬的心理爱戴 而不是 以玩弄的心理去爱慕 说完 转身回了房间 扔下一脸目瞪口呆的严小时 严小时差点没有晕倒 如果说爱慕是一种玩弄的心理 天下岂不是大乱了吗 因为有多少明星抛头露面 就是为了让人爱慕 是爱慕也好 玩弄也好 在古玉的心里 却永远没有如此复杂的情绪 他只知道 下想有困难了 他就必须要帮他 没有原因 没有理由 他心甘情愿 并且迫不及待地 要帮他解决难题 古玉再单纯 再心思浅 他要有所思 有所想 特别是在下想 前来湘江之后 不知何故 一下觉得 下想和他疏远了许多 他也未免有些惆怅 也就有意不理下想 耍起了小杏子 只是 再过了一段时间 忽然又回味过来 其实是他多心了 不怪下想 下想也没有刻意和他疏远什么 只是 他远在相将 空间上的距离 让他感觉 成了心灵的距离 因为下想以前 就算和他联系不多 也一直在燕省任职 而他大多时间在京城 不管燕省哪个地势 从京城出发 都不超过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因此 他一直觉得 下想和他近在咫尺 但到了相将 距离一下遥远了许多 即使坐飞机 也要近三个小时 就让古玉一下感觉到 天南地北路途远 梦中相将 水清寒 所以他就心里不痛快 不理下想了 后来又一想 古玉也清楚 他不开心的根源 也在燕小时的身上 因为燕小时的老家 是相将 而且 燕小时在第一时间 去了相将 不用说 肯定是 跟随下想而去 古玉终究 只是孩童心性 不久之后 就自己又心开意解了 因为他知道 多少年了 下想始终未变 还是那个 让他欢喜 让他忧 并且 让他抛不开 放不下的 世间唯一 值得他疼爱的男人 既然选择了他 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人生一辈子 短短几十年 就算真正的夫妻 也是各自忙碌 一起厮守的时间 又能有多少呢 算了 爱了他 就要忍了他 古玉就随燕小时 又来到了相将 得知下想 遇到难题的时候 他心中 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一定要帮他 做成一件事情 因为一直以来 似乎只有他 最爱耍性子 也最爱为他添乱 不能当他女人中 最没用的一个呀 他的性子是淡了一些 也对政治 向来不过于心 其实 他从小在军中 大院长大 以前的不少小伙伴 大哥哥 现在在军中 也算一方人物了 不用提爷爷的影响力 就是他自己的关系 如果真要细细理顺的话 也能下下想一跳 今天 他就要出手试一试 也不能让他小瞧了他 以为他就是一个 爱耍小性子 没有正式的丫头嘛 哼 才不是呢 古玉以前 做运气生意时 也来过湘江几次 虽然不熟 但大体上还记得路 不多时 就驱车来到了省军区 古玉在京城军区 也是来去自如 自然 因为他在京城的车上 有特别通行证的缘故 已和京城军区 许多人认识他有关 京城军区是大区 下辖四个省军区 而乡省军区 归零南省的 阳城军区管辖 是普通军区 京城军区 在国内七大军区之中 无论实力 还是作战能力 毋庸置疑 排名第一 阳城军区 在国内七大军区之中 排名最后 实力最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为阳城军区 管辖之下的乡省军区 不管论规模还是实力 在国内完全排不上号 古裕倒也不是 轻视乡省军区 只是他打小就跟军人打成一片 现在也是见多了少将以上的军官 因此也没有什么停车登记的概念 来到乡省军区 想也未想 开车就向里面闯 正在站岗的卫兵吓坏了 和平年代 青天白日 还有人 敢开车直闯省军区 真是胆大包天 门口共有两名卫兵 一人飞速向前 死命拦在车前 一人哗啦一声 拉动枪栓 准备随时开枪 万一出现什么不可预测的重大事故 他们可承担不起任何后果呀 古裕其实是有点走神 因为军区大门有栏杆 他已经减速了 猛然见车前 跳出一人 可把他吓得不轻啊 忙一脚急刹车 将车踩死之后 他还生气地下了车 批评卫兵 你怎么回事 怎么往车前跳呢 万一我杀不住车 撞了你怎么办 真是的 看你年纪轻轻的 脑子没坏吧 卫兵讲还以为车内 是什么恐怖分子 或者高级人物呢 没想到 下来一名名艳过人的美女 反倒一下子手足无措了 我 你是什么人 怎么能开车 闯军事重地呢 请出示证件 卫兵已 已经举起了枪 见下车的是一名美女 知道估计不是恐怖分子 就有放下了枪 不到却被古裕 看个正找 古裕的火气 一下就点燃了 好 还想冲我开枪是不是 把你们的政委 夏不愿叫出来 让他亲自来迎接我 古裕 古裕气呼呼地 瞪了卫兵一眼 新兵担子 要是遇到别人 卫兵直接就将人连推带嗓的 请走了 甚至再下手狠一点 直接压进去 审问一番 但古裕是一个大美女 打不得骂不得 两人就犯难了 而且古裕 张口叫出夏博远的名字 两人就知道 怕是美女有来历 但问题是 他们哪里有资格 和夏博远说话呢 他们和夏博远之间 差了十万八千里 正准备向上级请示时 正好有一辆 军区牌照的汽车 从里面驶出 因为古裕的车 正对着大门 里面的车就开不出来 就狂按喇叭 古裕还犯了将 就不让 卫兵急了 因为车是 副司令员 陈法全的车 陈司令员 脾气大得很呢 惹怒了他 他不但骂人 还要打人的 卫兵正准备 强行脱开古裕 并且将车眼挪开时 陈法全终于等不及了 下了车 上来就是一句 怎么回事 省军区门口 还有人敢堵门吗 是不是 和平年代太久了 你们连枪栓都拉不动了 真是废物 拿枪对着老百姓的军人 才是废物呢 在古裕的概念中 从来没有怕过军人的概念 虽然眼前的人一看奸章 就知道是一位大校 但经常见到一颗星 甚至两颗星的他 对陈法全的威风 还真没感觉到 有什么震慑力 他就继续说道 看着你们一个个年老体衰的样子 就知道 为什么总在国内闹得凶 连南海几个小国都震不住了 真是没用 古裕发作的时候 也是伶牙俐齿 很犀利的反击 陈法全一争 他好歹也是大笑了 省军区副司令员 在军中和地方上 都算是一号人物了 还真没有被一个小丫头骗子 当面殉过呢 愣了片刻之后 不由地恼羞成怒 哪里来的 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抓起来 副司令员有令 卫兵就胆大了许多 上前就要抓古裕 住手 又一辆车从外面驶来 正好停在古裕的车后 由此 古裕的车 停在军区的门口正中 前有车 后有车 被夹在中间 动弹不得 势态 形成了对峙局面 从后面车上下来一人 少将军衔 比陈法权年轻几岁 也英俊不少 他四十开外 腰杆挺拔 双目有神 静止来到古裕身旁 本来一脸威严的面容 突然就变成了满面笑意 卫兵健壮 立刻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夏张伟 夏伯远 只是点了点头 一伸手 就摸了摸古裕的头 呵呵 与丫头 都长这么大了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 越变越好看 古裕摇头 闪到一边 不满地说道 夏伯远 我早就长大了 警告你 不许再摸我的头 我早就不是小丫头了 夏伯远感慨地说道 呵呵 在我眼里啊 你就是 永远也长不大的小丫头啊 卫兵健壮 别说上前去抓古裕了 忙退到一边 不敢造次 陈法全的目光 落在夏伯远的身上 闪过一丝异样 尽管他演示得很好 但君取大院 谁不知道 他和夏伯远不合呢 他是副司令员 夏伯远是副政委 他是大校 夏伯远是少将 论资历 他比夏伯远深 但偏偏夏伯远 比他军贤高 论人脉 他不比夏伯远差 但偏偏夏伯远 升迁比他快 大校级的司令员 怎么和少将级的政委相比呢 在所有人眼中 还是有巨大的落差呀 夏伯远的后台 是古老 是军中 硕国仅存的几名 元老级人物之一 陈法全的目光 落在古裕的身上 一下想起了什么 古老只有一个孙女古裕 莫非眼前此女就是吗 陈法全眯起了眼睛 心中忽然闪过一个 突如其来的念头 说不定 是一个借机闹事的好机会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99集 开了一个好头 陈法全 虽然军衔不如夏博远高 但他却有一个最大的倚仗 军区政委苏志桥 和他系出同门 虽说 他和苏志桥 最大的后台已经卸任 但是 作为一个派系的影响力还在 尽管在地方上 随着人事的调整 后台的影响力 已经逐渐削弱 派系的力量 也被三大派系 压制得 几乎失去的发言权 但最大的力量 还在军中 军方对老领导的话 还是十分听从 就让总书记 也不得不顾忌三分 苏志桥 虽然只是乡省军区的政委 但据说 他有望晋升为中将 同时可能会担任 大军区的司令员 前途广阔 苏志桥也和夏博远不合 并且看不惯张晓的所作所为 而张晓和陈法全的关系 也很一般 但同时 张晓和夏博远的关系 也不密切 也就是说 军区四个主要人物中 政委苏志桥 和副司令员陈法全 关系不错 却和司令员张晓 副政委夏博远 关系一般 而张晓和夏博远 又不是密切合作的关系 准确地讲 如果拉拢了张晓 则完全可以排挤了夏博远 陈法全心里清楚 张晓并非老古 一手提拔的底细 也真是难为的陈法全 在一瞬间 猜测出古玉是何许人之后 就琢磨了这么多事 他逐一几定 就一脸严肃地 来到夏博远的面前 看也未看古玉 很是肃然地说道 博远啊 有人大闹军区 堵住的军区大门 省军区的保卫工作 看来有待加强啊 记得上次你还强调呢 一定要加强自身的保卫工作 只有保障了自身的安全 才能保家卫国呀 今天的事情 你说怎么处理吧 夏博远本来正和古玉说笑 一听陈法全的话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好嘛 将军了 一点小事还想抓住不放 陈某人 你打错主意了 夏博远随性一笑 哈哈哈哈 法全啊 照你说 该怎么处理呢 球又踢了回来 陈法全说道 他好像 是你的朋友啊 应该是找你来的 怎么处理 你说了算呀 言外之意就是 看你怎么食言而肥 看你怎么收场吧 夏博远微笑着对古玉说道 鱼丫头啊 你说怎么办呢 要不 我把你抓起来吧 好呀 随你抓 古玉伸出双手 有本事看了我 看看省军区的大门 以后朝哪个方向开 省军区的大门 朝哪个方向开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一颗红心 朝哪个方向 古玉耳辱目染之下 也知道 政治上不少弯弯道道 军队和地方上一样 一颗红心向中央 中央在哪里 京城 啊 那我就抓了他吧 夏博远自然知道 陈法全 是想趁机和他过不去 不过他还是表现出了 十足的涵养 微笑着 冲陈法全说道 其实是半真半假 半是玩笑 半是试探 陈法全也够赖皮啊 虽然也在笑 但笑容却没有半点笑意 很冷峻 很漠然 夏博远 夏正伟说的算呀 不叫名字叫职务了 真是公事公办的态度了 夏博远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 陈法全虽然以前和他不怎么对付 但基本上 事实还算过得去 怎么今天 故意和他作对了 哪根筋搭错了呢 夏博远怒气渐声 陈法全 真当我怕你不成吗 事情不要做过头了 否则 小心以后 你有初一 我就有十五 但被陈法全逼到墙角 确实为难呀 因为故意 冲撞了卫兵 每个卫兵的身边 都有一个木牌 上面郑重标明 卫兵神圣不可侵犯 而且 刚刚省军区 召开了一次政治会议 苏智乔再三强调 要加强保卫工作 维护省军区的神圣权威 任何人都要遵守军区的纪律 陈法全摆明了 就是借机声势 是因为被古玉挡住了路而气不顺 还是别有用意呢 夏伯远只为一思索 就决定了怎么做 身为军人 怎能退缩呢 他又不比陈法全低上一击 虽然古玉闯门不对 但事情可大可小啊 法全同志 古玉是我的朋友 他来军区找我 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就是我的不对啊 我会向张晓同志 说明情况的 夏伯远的口气 也强硬了 好 那我就没有问题了 陈法全出人意料的 见好就收 及时收手了 就按张晓同志的意见办理 不过现在 是不是 该让让车 我还有事要出去一趟呢 眼前的情景是 古玉要是动车让路的话 夏伯远也要一起让开 等于还是 古玉连同夏伯远一起 向陈法全低头了 正值五小事 一个让车的举动 也代表着 一次较量的胜负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应该是你的车让路 因为是我的车先要进去 古玉在旁边沉默的片刻 终于开口了 一开口 还是不肯让步的口气 古玉也看了出来 对方是有意刁难他和夏伯远 他性子是淡薄 但也不是任人欺负之人 更何况有爷爷在 在军方系统还有人欺负他 就太难看了 陈法全听了 却不理古玉 看了夏伯远一眼 夏正伟的意思是 步步紧逼 陈法全还真是较上劲了 夏伯远也知道 陈法全对他始终看不过眼 以前也发生过不少矛盾 都在暗处 今天是第一次正面冲突 话又说回来 今天的事情 也确实是古玉有错在先 如果不适当让步 在张晓和苏志乔面前 也不好过去 总不成一点小事 也拿古老的面子说事吧 也显得他太没水平了 就一咬牙 忍得一使 以后再还回来就是了 就和电梯一样 先出后进 我先让 古玉 你也让一让 陈法全的嘴角 流露出一丝 一闪而过的笑意 不过他的得意 还没有来得及品味 就猛然脸色一变 因为古玉 二话不说 发动了汽车 一下撞开了栏杆 还将他的车 撞到了一边 冲进了军区大院 轰然一声巨响 古玉的车头 撞得水汽直冒 陈法全的车 也是车前盖翘气 眼见是开不了了 古玉浑然无视地 下了车还拍了拍手 可惜了 一辆三十多万的车 早知道要撞的话 应该买辆汉马 陈法全气得 脸色铁青 他还没有发话 他的司机和警卫 都怒了 哗啦一声 都拿出了手枪 要将古玉 团团围住 夏伯远大怒 放肆 夏伯远的警卫 也不甘示弱 抢先一步 将古玉拱卫在内 和陈法全的警卫 对质 丝毫不让 行事 剑拔弩张 还好 夏伯远的警卫 没有把枪 否则 就成了政治事件了 哼哼哼 要是让古老 见到现在的情形 伯远同志啊 你要被骂得 无地自容了 怎么出的京城 到了乡省 就成了软淡了 一个声音 在夏伯远身后响起 伴随着一声冷笑 迈着方部 神情自如的许冠华 在警卫的陪同下 来到古玉的面前 又来一名少将 许冠华怎么来了 陈法权倒吸一口凉气 同样是少将军衔 许冠华现在 是总政干部 副部长 相当于军队上的 中组部的副部长 执掌军中干部的 升迁大权 他可是军中 实权人物之一啊 而且还以手腕强硬 和翻脸不认人 而著称 夏伯远和许冠华 有同门之意 被许冠华当众骂了一句 也不尴尬 反而呵呵一笑 哈哈哈哈 冠华兄啊 我一向敬佩你的胆识 惭愧惭愧啊 许冠华来到陈法权的车前 突然做出一个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动作 他一抬腿 一脚就踢在陈法权的车上 当即就印上了一个大脚印 谁的破车 挡住了古丫头的路呢 要是让古老知道古丫头 在乡上受到欺负 我就没脸回去见他老人家了呀 然后许冠华 好像才发现陈法权一样 一脸惊讶 诶 陈法权 怎么是你的车呀 你下次啊 可要记得换一个车牌呀 哼 要不开到了京城 你的车 非得给大谢八块不可呀 不对啊 估计也不用到京城 一出乡省 就翻车了 言外之意自然是 贬持陈法权 得瑟个什么劲呢 你就在乡省一目三分地 是个人物啊 出的乡省 不收拾你服帖 你不知道 谁说话管用 说完之后 习惯华忽然又变了一副 温和热情的笑容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啊 哈哈 开个玩笑 法权同志啊 你好你好 主动伸手 和陈法权握手 陈法权被撞了车 又被打了脸 早就憋得满脸通红 许冠华伸手过来 他又不得不赶紧握住 脸上的表情就好像 吃了一口苦不堪言的黄脸 咽不下又吐不出来 要有多难受 就有多难受 许冠华只和陈法权的手一沾 就随即松开 十分拖大的问道 苏志乔同志还没有出来啊 我刚才啊 和张晓同志在一起 他又是暂时回不来啊 让我先来和苏志乔同志见个面 苏志乔同志太不热情了 我都到了门口了 怎么不见他的人呢 许冠华作为总政的实权人物 有拿大的资本 而且他今天也有意为之 古玉受欺负了 岂能不搬回面子呢 以古玉的身份 还能在乡省军区受到欺负 要是真传到古老的耳中 真有人要倒霉了 陈法权以为 他身后站着某位 全是滔天的人物 是啊 曾经在国内 留下浓重一笔的人物 但不要忘了 人已经不在台上了 虽然在军队上 也有不小的号召力 也有嚣张的资本 但要看 针对的是谁 要时刻谨记 古老是何许人也 在许冠华的眼中 古老才是军队上 最有影响力 和号召力的人物 没有质疑 古玉第一次出手 虽然闹了一场不小的动静 看似鲁莽 但却开了一个好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00集 躲猫猫游戏 到此结束 许冠华白奈和张笑 半个小时前 还和下想坐在一起 谈论乡省的局势 以及乡江的气候 还有一些轻松的话题 增进了了解 交流了感情 此来相讲 许冠华一时有公务在身 二也是来助张小一臂之力 因为最近张小在军区 受到了严重的排挤 日子不太好过 许冠华是劳谷的底细 张小不是 但两人在认识之后 就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算是一见如故 一直私交身后 在政治立场上也相近 虽然分属不同的阵营 广义上讲 张小是总书记的阵营 但并不影响 二人之间非常不错的交情 在和下想交谈几分钟之后 许冠华意外得知 谷玉也在湘江 谷玉在湘江并不意外 但谷玉去了省军区 就让他惊讶了 因为湘省军区 毕竟远离京城 而且军队上也是派系邻里 执行命令时 只认上级 不认别人 他就担心谷玉会吃亏 就提前告别张小和下想 积极赶来湘省军区 还好 来得正好 赶上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热闹 撞了一名军区副司令员的车 不算什么大事 要是在京城 不用他出面 换一个忠孝 就敢砸了陈法权的车 因为谷玉是古老的孙女 可以不问原因 不管对方来历 直接出手 因为在军中 还有人敢不知天高地厚 不给古老面子 是自己找不自在呀 砸了车也算轻的 不按中下半子 陈法权就烧高香了 不过许冠华 你能猜到什么 陈法权看似不知天高地厚 实际上 还是此时后台强硬 认为古老 不能拿他如何 或许也有借机声势 要落夏伯远面子的用意 又或许 陈法权迁怒于古域 莫非他也清楚 在他晋升少将的关键一步时 正是古老发了话 才让他与少将军衔 实之交臂 古老当时 是为了提夏伯远 所以才挡了陈法权 也没什么 政治上的事情本来就是 有你没我 也不是古老 对陈法权有什么看法 只是因为立场不同 各归其对 但陈法权 要是想借机报复 由此得罪古老的话 就别怪古老以后 事事特意针对他了 许冠华只猜对了一半 陈法权 确实又故意声势之意 但也是另有要事 牵绊了他的心思 让他恼羞成怒 非要叫朕 非不让步 因为他的车内 坐着林小远 林小远在军区已经不安全了 已经有消息传出 夏祥亲自出面 要和张晓密谈 就是为了从军区 将林小远带走 因此有必要 立刻将林小远转移 不料硬是被古玉拦住不放 陈法权还以为古玉 已经知道车内有林小远 就故意拿出气势 压人一头 想抢占陷阱 只不过没想到 事情出现了惊人的逆转 古玉够强势 直接撞了他的车 车毁了 林小远也转移不了 陈法权 怎能不气急败坏呢 但又没有办法 在许冠华收放自如地 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 他只能忍气吞声 许冠华一出面 就掌握了局势 固然和他的身份 有莫大的关系 也是因为 他软硬兼施的手段 逼迫的陈法权 没有还手之力 陈法权 一边按骂许冠华装枪做事 一边又不得不佩服 许冠华 炉火纯青的手法 确实又打又拉 让人有苦说不出啊 正不知道该如何收场时 苏志乔 终于现身了 苏志乔身为乡省军区政委 是乡省军区 实际上的一号人物 他五十岁开外 步伐渐朗 笑容明朗 在几人簇拥下迎到门口 热情的和许冠华握手寒暄 苏志乔是下江市人 以前在下江市警备区担任过副职 其后调来乡省军区 他的升迁之路 一直还算顺水顺风 可能下一步要晋升为中将 正是前途明亮之时 但他也不敢在许冠华面前妥大 许冠华是总政实权人物之一 也是前途不可限量 解放军寺总部 总参和总政最有实权 而许冠华比他还年轻几岁 甚至有传闻说 古老会一路将许冠华 辅到总政主任之位 解放军寺总部是指 总政治部 总参谋部 总后勤部 和总装备部 前两个部的领导正值 属于国家复制级别 后两个部 属于大军区级别 即省部级 苏志乔对现场 撞到七零八度的两辆汽车 只扫了一眼 假装没有看见 甚至没有发表一句意见 只是紧紧地握住 许冠华的手说道 刚刚接到张晓的电话呀 我就出来迎接了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啊 冠华呀 你肯定埋怨我了 晚上啊 好好喝两杯 算是赔礼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裴里一说 一语双关 似乎又暗指 场中的一片狼藉 许冠华以前 和苏志乔打过交道 知道此人有水平 会说话 也就不提撞车一事 呵呵一笑 我保证 绝对没有埋怨你呀 不过玉丫头 是不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苏志乔 才看见古玉一样 呃 她是 古玉 古老的孙女 哦 古老的孙女 苏志乔脸上的表情 十分丰富 既惊讶 又惊喜 随即 又热情 洋溢 哈哈 欢迎啊 太欢迎了 古老是我最尊重的老首长之一啊 我也早听说过 他老人家 有一个掌上明珠的孙女啊 今天有幸见到 是大好事 大喜事啊 一边客套寒暄 一边引领许冠华 古玉 进入大院 古玉有点不想去 却知道 场面上的事情 也必须应付 就像夏伯远使的个眼色 夏伯远 心领神会 唯一点头 他就留在场中 没有跟随 夏伯远 等苏志乔几人走远 就说 法权啊 怎么办呢 陈法权 本想趁人都走了 好让林小远下车 没想到 夏伯远赖着不走 他就头疼了 我赔 修车费用 都算我的 成不 夏伯远其实还不知道 古玉前来军区所为何事 刚才古玉的眼神 他还以为 是古玉气未修 还想撞到陈法权的车 还得陈法权 出钱修车 现在既然陈法权失事务 主动答应了修车 他也就见好就收 那好啊 就辛苦你了 说完 摆摆手 转身走了 陈法权还以为 夏伯远很难对付 没想到 他说走就走 他心里就明白 闹了一场 原来不是为了林小远 真是虚惊一场啊 暗骂了几句 夏伯远和许冠华 刚才太丢人了 被许冠华 当面威胁几句 竟然让他说不出话 好像他是尼捏的一样 以后一定要找机会还回来 见危机已经过去 陈法权 就又打了电话 又叫了两辆车 让林小远换了车 他留在现场负责善后 让几名警卫 护送林小远出乡将 下岭南 从水路出国 护送林小远的两辆军车一走 陈法权才算长出一口气 不管许冠华 是不是为了林小远的事情前来 不管谷玉大闹一场 是不是也是为了林小远 也不管夏伯远 是不是也要拿下林小远 反正他们是白费心急了 林小远 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成功地转移了 还有一点 让陈法权大感欣慰的是 今天虽然被许冠华踩了一脚 但他还是成功地 压制了夏伯远的气眼 也算小胜一举 夏伯远以前 总有奄奄压他一头的势头 今天他一强硬 夏伯远 有股欲撑腰 也没有硬气起来 以后再和他过招 也不用怕他了 陈法权却不知道的是 才没几天 他就被夏伯远 好好地阴了一把 损失惨重 让他痛不可言 几天后的 挫败陈法权 全然不会提前知道 但是 半个小时之后的失败 就让他气得 暴跳如雷了 就在刚才 林小远的车辆 驶出军区大院不久 先后有数辆汽车 悄悄地尾随起后 军车驶出市区 向南走向一条岔路 显然是 要直奔高速公路而去 因为是军车 地方上无权盘查 很顺利地就出了事 眼见 再有不多远 就上高速了 忽然 有一辆汽车 加速超过两辆军车 然后强行并车 又迅速刹车 试图强迫军车停车 军车也意识到了什么 竟然不停车 还加大油门向前冲 摆出的就是 鱼死网破的架势 前车也不向让 显然是不怕车毁人亡 继续将刹车踩到了底 眼见就要撞上了一刻 也是两方一指的较量 军方放弃了 也猛然踩下了刹车 但还是晚了一点 因为显然没有想到 前车如此顽强 两车猛烈地相撞在一起 后面的军车也刹车不及 追尾了前面的军车 结果就是 三车连撞 碰撞声响成一片 声势惊人 不过还好 因为采取措施还算及时 只是汽车撞得严重 人却没有受伤 车一停下 军车上就哗啦一下下来四五名军人 人人手持微冲 将前车团团围住 猛然拉开车门 将里面的人拉了出来 你们妨碰军务 现在全部下车 接受检查 几名军人气急败坏 光天化日之下 敢有人死命拦截军人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妨碰军务 你们说说看 谁派你们去执行什么军务啊 后面又有一辆车驶来 车上下来一人 一身军装 奸张赫然是一颗闪亮的星星 军人后面跟着一人 年轻 朝气 却一脸坚毅 他的身后 还跟着数名警察 他一挥手 对军车中的一人说道 小远 躲猫猫游戏到此结束 很不幸 你输了 抓到你了 林小远的被捕 标志着 乡省局势正式进入第二个阶段 也正式引爆了 轰动全国的 陈东会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